华裔中锋将被灰熊队重用 扎克埃迪已与莫兰特合练 狂野西部在线搅局者 NBA西区球队的竞争可谓极其激烈 胡人队和勇士队上赛季都齐聚附加赛 伤兵满盈的灰熊队更是早早就无缘季后赛席位 如今漫长的NBA休赛期还没结束 灰熊队的绝队和新甲莫兰特已彻底恢复健康 他已与球队今年首轮选中的9号秀 加拿大级华裔中锋扎克埃迪开启核链 在莫兰特社交媒体晒出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莫兰特主要与埃迪和链挡拆顺下空间配合 作为身高2米24 臂展长达2米39的传统中锋 埃迪的近框终结能力出色 他在缺少大中锋的灰熊队中应该会有不少表现机会 甚至能直接搭档莫兰特首发出战 莫兰特提前与埃迪核链建立化学反应 显然有助于灰熊队在新赛季打出良好开局 考虑到在莫兰特健康时 灰熊队是一只西部竞女 这显然会让新赛季的西区竞争更为激烈 灰熊队甚至有机会成为狂野西部的搅局者